大悲咒治好了我的高血压 祖师开世,病有三种 有生理病,有冤业病,有业障病 有病时一定要去看医生 赋予佛法治疗 求佛菩萨感应要有信、愿、行 不然很难得到感应 2016年6月25号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 因为观世音菩萨治好了我的高血压 让我知道了佛法真实不虚 大悲咒能治世间八万四千种病真实不虚 现在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分享给大家 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消除病念 远离疾病痛苦 我是2016年1月 公司体检时发现自己患有高血压 体检的结果是高压150,低压90 当时我就蒙了 我自己的血压一直挺正常的 而且我也不胖 属于偏瘦型的 自询了医生,医生说要吃药 否则头会疼 严重时还会出血 我听完医生的话,心情极度的失落 因为一旦吃药,就终身离不开药了 要知道我才29岁,那要吃多少年药 过年期间我的头开始疼 而且浑身无力 整天没有精神 和老婆也闹矛盾 那时的我感觉生活没有一点希望 过年期间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上网 在优酷看视频 无意中看到广东有个名医居士 在讲学佛改变命运 看完后 我就感觉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拼命地在网上搜索 其他有关佛教的内容 这时候 无意中又搜到了法师讲的大悲咒的功德 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大悲咒 然后我又去百度搜索大悲咒 没想到搜出来很多 关于大悲咒能治病的文章 说实话 相信每一个人看完之后 都是不会完全相信这些文章的 我也是半信半疑 就这样我带着试一试的态度 开始了学大悲咒 我在手机里下载了佛咒报平安 其中就有大悲咒 然后我就开始了艰苦的学习 在手机里下了大悲咒歌 每天有时间就听歌 然后背诵抄写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终于全都背下来了 这期间我看了许多 关于大悲咒治病的事迹 我就很好奇 我想了解那些真正经历过的人 4月份 我加入了念大悲咒群 看见群里大家那么虔诚每天念佛 我当时觉得很好笑 我还以为大家都被洗了脑呢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惭愧无知 一开始我每天晚上念七遍 后来群里的师兄告诉我念的太少了 让我每天念108遍 我当时心想这太难了 怕做不到 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为了治病 我活出去了 周末的时候 我就去寺庙里 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发了愿 每天念108遍 并且坚持放生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但是没有效果 这期间 我曾一度失去了信心 绝望过 甚至偷偷的哭过 感觉老天不公平 后来我问群里的师兄 他们要告诉我 在21天之内 借五心 吃素 又过了半个多月 那天晚上我念完大悲咒后 又念了地藏经 念完以后 就睡了 早晨起床后 我就感觉耳朵不嗡嗡的疼了 身体也轻快许多 周六那天 也就是6月25号 我就去了医院 医生给我测量了血压 是高压116 低压80 完全正常 当时好激动 激动的想哭 我让医生又给我测了两遍 没问题 医生最后都有点烦了 太不可思议了 到今天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佛所说的都是真的 只要照做 菩萨就一定会买你的愿 我现在明白了佛法不可思议 以前的我和大家一样 因为不信佛教 所以看到那些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奇迹 就会否认 或说都是骗子 现在我知道了 是大悲咒救了我 我从内心感谢观世音菩萨 我会更加精进修行 希望大家看到此文章后 不要当一个看故事的过客 如果想要治病 就要赶紧行动 佛法不可思议 到时候菩萨一定会让你感动的流泪 我发誓此篇文章没有半点虚假 都是我亲身经历 如有虚假 我愿意受地狱之罪 请大家记住 念大悲咒 一定要21天内戒五心 念完大悲咒 可以念几遍心经 这是我的经验 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是我在菩萨面前发过愿 等我病好以后 要把我治病的过程 分享给大家 以帮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学信佛法 深信佛菩萨 远离疾病痛苦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随喜功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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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